101教會 在11月17日舉辦十週年感恩禮拜 教會各年齡層弟兄姊妹都獻上祝福 並一同回顧開拓十年的恩典之路 101是一個傳福音的一個教會 十週年對我們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神機 因為這整個教會呢 是完全是從無到有的 從一個簡單的一個意向 但是這個教會 是看到神今天這麼大的一個賜福 這個教會 將一切的榮耀都來歸給我們的主 傳福音我們過去想的 只是一些的偏鄉 譬如說像東部 像離島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在城市裡面是有一些的人 是我們過去教會 比較少有機會可以碰觸到的 101教會只是一個開始 希望我們真的是能夠拋磚引玉 讓更多的教會 讓更多的牧者知道 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除了以教會為主體傳福音 101更希望成為堅實後盾 鼓勵會友們 在各個領域擴張影響力 傳揚福音 我來這個教會 已經它有八九年的時間 那我覺得非常榮幸可以參與一起 那當然其實這個教會 有很多很多的意向 所以既然要同工的話 其實就是聽從神的話語 然後在這當中 我們可以看神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跟著做什麼 因為靠一個人 真的做不來 神讓我認識到 就算是一個媽媽 我的孩子也是我的門徒 希望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感動 跟神放在我裡面的這樣一個呼召 希望鼓勵更多的媽媽 或是跟我一樣 在這個婚姻關係 在親子關係中 都需要得幫助的人 在未來更多的 因為依靠神 翻轉你的家庭 翻轉你的婚姻 翻轉你跟孩子的關係 甚至祝福到這個城市 這個國家 教會牧者也大力推動會友 參與國度性的特會 並連結提摩泰 凱勒牧師所創建的 都市職堂全球施工網絡 希望帶動台灣市區的福音發展 達到恩典城市的目標 101長時間是跟 City to City一起的合作 我們是成為一個夥伴的教會 目標就是要以福音為中心的信息 來去建立更多的教會 要把這個福音的運動帶動 在整個台北到整個國家 甚至到亞洲各個地方 101教會懷抱意向 邁入下一個階段 期待未來如同教會所在位置 成為台灣城市的福音地標